是不是污蔑你心里清楚 那满船之上 只有你以为那船舱里面 关着的是你们巫族的密钥 也只有你才在乎善王是生是死 之前一路上 你几次想要派人 入他们船舱的事情 你以为没人知晓 还是觉得 你去探善王化石 想要接近清洁时 做得有多隐秘 你早就对密钥心存不轨 派善王在大境截杀不成 后又想要在南越出手抢夺 要不是赫连少君 和我们一直都防着你 将人安置在杏林居中 根本不给你机会靠近 说不定早在南越时 你就已经对密钥动了手 云素音 我知道之前在南越时 我跟你们有所误会 早前跟林京叶也曾有嫌喜 你们因为他而厌恶我 却不能因此就信口雌黄地污蔑于我 密钥关于巫族命脉和将来 我只不过是因为奉命押送 想要看护罢了 何曾起过半点歹心 至于善望 我的确跟他交好 可那也是因为族中与南越关系莫逆 我与他算得上有几分私交 却也仅仅只是私交而已 可上级密钥 他在大境截杀之时 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他们所拿善王那么长时间 他可有提及过是我指使 林京叶 早前咱们的确有过摩擦 我也曾因一时之气做错了事情 可当时族中已经惩罚过我 那之后我对你处处避让 你却还是咄咄逼人 因那点旧怨就教唆旁人来这般诬陷于我 是否太过了一些 你若对我有怨 大可直说 可是密钥之事可大可小 更关乎巫族将来 你怎能借此事和少军联手故意害我 你算什么东西 值得我跟人联手陷害你 你说我们陷害你 那你倒说说 善王脑子里的食髓骨和禁制是谁下的 还有嗜血骨 你在外动用禁术 擅自用嗜血骨吞噬他人血气生机 用作自己修炼 也是假的吗 别以为善王没了 嗜血骨死了 你就能够狡辩的了 那中了嗜血骨的人还活着呢 至于善王 我也用刘影石 复刻了当时审问他的情形 别以为善王死了就死无对证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过南越 也没见过善王 从不知他体内还有什么食髓骨 善王的事情先不提 我和我家王爷落水的事情 你认还是不认 当然不认 我又没做过的事情凭什么要认 你可知道我修的是医毒之术 那又如何 不如何 只是在登船之前 我就防着你会对我和阿渊 含有小救动手 所以我们三人身上的衣衫之上 都沾着我独门秘制的七药箱 寻常接触不会激发 可若是以内力碰触过我们三人 或者是伸染离心伞的人 意图攻击我们 碰触过我们三人的地方 就会出现中了七药箱的毒 整个船上 只有你们巫族的人体内 被我下了离心伞 哼 什么七药箱离心伞 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必吓唬我 我根本就没动过你们 是吗 那你的意思是 你用不着我替你解读了 什么叫巫族的人体内 被你下了离心伞 你该不会给我们也下了吧 下了 我信不过你们 自然也不可能 什么都不做 就跟着你来巫族 我好